前身是中央书院 上世纪40年代日坤侵华 学校受到战火摧残 被逼拆了他 改建成全港第一间 为原座级警员而设的已婚警察宿舍 和一间小学 这里曾经是行政长官梁振英 和上任特首真任权住过和上学的地方 经历近半个世纪 宿舍2000年开始调控 今天终于再变身 活化成为叫做原创方的创意中心 130多间昔日400尺的宿舍单位 将会是设计师的工作室和店铺 制作和卖自制的家品 意识 每个单位的租金由万多元到两万多元不等 其实你说便宜又不算很便宜 如果它本身的租金来计算的话 因为它始终不是一个地铺 这里最好的地方会有很多理念 相同事好的人走在一起 负责营运的非牟利社企就希望 透过保留建筑物里的历史文物 吸引更多的人流 我们在中央庭团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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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团 在此即日開始局部開放給公眾 到下個月九號正式事業 由於有電梯可以載的人不算太多 如果太多人來參觀的話 可能就要走樓梯了 無線電視記者 陳簡報道